据《环球时报》9月28日援引外媒报道,美军将于下月车走驻扎在科威特、巴林以及约旦的四个爱国者防空岛大连,美官方趁,将对这些设备重新翻修升级,随后部署在其他战略要地。 对此,美国媒体评价,这表明五角大龙正在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,而新的战略正是需要应对中俄两国,越加强大的军事实力。 爱国者防空系统就经沙场,海湾战争期间,萨达姆曾下令向以色列境内发射肥毛腿导弹。 爱国者的实际性能正是在此次实战中得到检验,其最先行的爱国者3与俄罗斯S-400同属第四代防空导弹系统。 不但可以拦截来袭的巡航导弹,战斗机等,还简直一定反弹到导弹的能力,但且美国和伊朗关系极为紧张。 如果撤走爱国者,就意味着该地区防空能力减弱,并会把盟友及美军基地暴露于威胁之中。 如今美国政府大肝旗鼓地透露这条消息,难道美军真的连中东都不管了? 其实,美国媒体这次有句话说到了点子上,美国的战略重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。 长期以来,虽然美军一直强调全球作战能力,但美国政府始终紧盯着两大块地方,一块是亚太,一块是中东。 中东地区是美元霸权的根基所在,不管局势如何变化,中东都是美国必须牢牢控制的。 另一块是亚太,说是紧盯亚太,实际上还是打压中俄。 海湾战争后,美国败平了中东,略加修整后,准备收拾解体的前苏联与迅速成长的中国,这无可厚非。 这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决定的。 2001年的911事件,彻彻底底打乱了美国的全盘计划,几乎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反恐之上。 幸运的是,这也为中国留下了十多年的黄金发展期,从欧巴马政府制定的重摆亚太战略开始。 这一情况有所改变,特朗普上任以后,美国发布了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,明确将中俄是为美国的战略对手。 美俄、美中矛盾开始集中爆发,从奔兔燕神至乌克兰、地中海、中东,美俄博已无处不在。 另一方面,美国频频挑衅中国,最近美国轰炸机多次前往南海海域,这个信号就相当明显。 尽管美国动作如此猖狂,但一个重要事实是,中国早已经飞起比,军事实力可以说是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。 俄罗斯虽然经济疲软,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,其战略打击能力依然强劲。 此外,中俄关系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,从近期举行的东方减2018军演中,我们就可以亏见一般。 今年来,中俄超高音速武器发下突飞猛进,着实让美国忌惮,俄罗斯匕首导弹已经率先服役,而中国也完成该种武器的初期实验。 因此,美国撤走爱国者并非放弃中东,只是美军进一步步局要态的军事举措。 何况美军此次迁以规模小,对全局不会产生太大影响。 当然,美军的对中俄的战略野心正在加强,我们不得不防,严正,多家自媒体,在平台抄袭而反军事的文章,给我们造成很大困扰。 如果有需要,请光明正大的联系本号管理员开白名单,不易,谢谢配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